天气热冰镇过的凉面入口特别透清凉 不过凉面剩一片凉瓣这类的冷食在炎热气候却是暗藏危机 凉面温度最佳控制在冷藏4-7度 白风环境温度过高凉面里的巨数就容易高达百倍 除了冷食之外要吃进肚子里的熟食也得小心危险温度带 在7-60度的环境下细菌会快速繁衍 而台湾环境经常35-37度又湿又热的情况下 微生物生长更是快速 专家就建议熟放在室温两个小时内要吃完 如果环境温度高于32度摆放时间就要缩短 走泡走放又或是自己酿造的食物又被叫做高风险食材 比起一般熟食更容易滋生菌种 而热食放篮后再放进冰箱想法 营养师警示早已过时万万不可 算是过时的观念了啦 因为其实像以前的冰箱性能它可能没这么好 那我们把没有降温的食物放进去之后 它冰箱的整体温度会上升 那就像刚刚讲的 我们可能就容易导致我们细菌滋生 随着冰箱涮冷技术越来越好 热食不用再苦苦等待放凉 降温到5-60度就能放进冰箱 避免空气中的病菌飘落 而食物保存怎么样才安全 营养师就建议 放进-7度的冰箱能抑制细菌生长 有时候民众一餐吃不完怕浪费 选择隔夜保存加热的隔夜餐也要留意 以一次加热为限 如果分量真的太多 就采用分批分装冰层 通常就是如果真的要隔夜餐的话 就会建议就是最好在下一餐 就是在加热一次的 这个次数内把它就是使用完毕 细菌维生物肉也看不见 一不小心就容易把坏菌 施下肚酿成食安危机 要吃得安心保存风法不马虎 在夏天注意危险温度 不让腹痛腹泻找上门 巴达新闻主要听赖成为台北采访报道